菲律 走 請坐 各位同心 我們在座的原住民同胞 還有我們所有在座的同心 大家好 在我們打燕的問案是 你們很強嗎 因為在原住民打燕的文化是 常常登山抓野獸 雖然跟環保、鮑魚類有一些衝突 但是我們不會趕盡殺絕 我們有自己的生活的原則 今天非常高興來思考 台灣原住民主的迷惘 為什麼非得要返鄉到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原住民主 從個人自己的族群部落生活圈裡面 都會以自己為主 不會認識其他的族群 都是過著自己山上的生活 無論在平原也好 山坡地也好 然後一直到山上山頂 還有我們 特別是我們海岸邊的 阿密斯同胞 還有很多的西拉雅族 或是各族群的 都有不同生活的背景跟環境 但是幾乎都是以自己的領域為主要 然後到了日本時代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不是只有我們自己打樣 原來還有另外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語言 還在那邊過自己的生活 然後這個日本人怎麼那麼兇悍 因為在全世界來說 要征服無論是印第安毛綠族 或是台灣原住民族群 真的全世界都原住民族的 或是印第安比不上台灣原住民族的 那麼樣的兇悍 而且非常強悍 所以日本政府要征服台灣原住民的時候 花了13年到15年的時間 才被征服 那當然我們也聽秘書長 還有幾個前輩講過說 要征服原住民 你非得要以儀制儀 要以翻制翻來制勝原住民 否則沒辦法 為了課堂我也去了 我們我是在苗栗的Diane 然後我也去雪建的國家公園 所謂的流亡政權的所訂定的國家公園的領域裡面 然後去看這個日本當時的高車炮 專門打原住民的一個部落 因為有在那個新竹縣里東山事件 還有我們苗栗北市群的跟日本戰爭 實際上比摩納魯道還要更殘忍 因為摩納魯道是用國際毒藥事件 才會感覺到是國際事件 但是不只是泰爾祖 連阿密斯 無暈 陀骨 很多地方相殘殺 非常殘忍 我們是徒手的 幾乎都是晚上進攻日本的領域 所以奇怪這個高車炮怎麼有煙火 跟我們常常殺豬 還有把我們自己肥鼠怎麼去煮的 那個煙不一樣 怎麼這個煙是那麼高 因為沒有看過這個高車炮 他們只有把在晚上的時候 他們就到日本所佔領的地方 把高車炮用徒手把它翻下去 翻到陷來 那假如說當初我們祖先會的話 我們就把它反射 砰 就反射碰到給日本軍兵 但是因為那時候的認知 所以我們看見原住民族群 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時候 原來可以看見每一個族群 當然有的族群是沒有頭目 那像我們胎兒祖分布滿廣 從南投一直到宜蘭 那有的族群 有的部落是有頭目制度 那我們有的稱呼是前輩 頭目是因為日本時代的時候 掛我們的那個頭目制度 實際上就是我們的齊老 前輩非常尊重 忠誠度非常強非常高 我想不是只有打亮 各族群 貧富族也在內 他們對任何的領袖群 一定會忠誠度熱心非常強 那有一個打亮的族群呢 那他們有個頭目他說 要保護部落跟傳統領域的根本元素 至少有三件事情 認清範圍與領域的正確性 也不能多 也不能超越 因為部落的範圍和族群的範圍 是非常確定 這個是我列區的 打掠的區域 是我傳統領域的 我們已經定好 而且尊重那個部落所劃分的 那各族群的所劃分的 當然有一些是有一些爭論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 他們才發現說 這個就是我們的界線 不會去越線 那這是過去原住民的生活 所以跑到都市的原住民都不敢 要怎麼去應對平地的生活 或是荷洛郎的生活 或是客家的生活 那非的都是戰戰進進 所以有的族群到都市賺錢 到了快一個月要領薪水之前的錢 一個禮拜 假如他們侮辱了原住民同胞 欺憐自己的族群的時候 他們寧願放棄那個薪水 他們一握蟲就回家 甘願不去領那筆錢 因為好像被平地人欺負 所以會碰到有一些老闆說 哎呀牧師啊 告訴你們的族群 已經剩下幾天啊一個禮拜了 忍耐一下嘛 那就可以領一個月的生活費啊 但是因為有人就欺負 哇 你這個是煩啊煩啊 這個是煩人 所以那時候的歧視蠻嚴重 其實不是族群跟平地人 族群之間的問題 也是因為原在流亡政權這個體制 政策裡面造成的巨大的惡毒 所以彼此不信任 這個就是一個悲哀 所以有的時候 在山包也認為說 犯人這樣的稱呼的時候 他們寧願有時候就 差一點弄到生命了 那他們晚上一定要趕回自己的山上 保住自己的生命 所以有一些這樣的理念 在過去是真的是蠻同情的 不過我們回到在 第二個保衛部落的傳統領域 除了確信以外呢 他土地是一個生命的價值 因為土地他們自己會好好去保護 那土地就是一個生命 那生命呢 那假如沒有土地 就談不上生命 那還會談到保衛的本質跟責任 不可能 那第三是 這位頭目說 要隨時預備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這個世代裡面 從過去傳統的生活 農業生活 然後到工業 然後進入到貧地 跟貧地一起生活的時候 那雖然說 一直被侮辱到說 煩啊煩啊 就好像我在讀初中的時候 四十多年前 我是在客家學校讀書的 客家人說 親對腦喔 用咖善啦 煩吃煩吃 我已經坐在這邊 他還要叫我說過去一點 那這個過去一點的話 那邊的客家同學說 他要我說再推 過去一點 我氣得要命 你們再講我就殺你們 哇 這個原住民怎麼那麼厲害 那其實 在我們 後路委來講 什麼人是真的煩啊 我的內人 我看就是三人 所以他也教我說 真的煩 就是這個不講道理的才是煩 不是你們原住民的煩 而我這樣才知道 啊對喔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 在67年的生活當中 把身份啊母語文化 傳統領域教育跟生活的認同 幾乎都把整個的價值的 基本要素都失落了 那今天造成 有那麼多的原住民族群的迷失 其實我們今天認識原住民族群 是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本土台灣人 很多不同的族群 假如沒有彼此的認識 會常常誤解 那互相誤解會導致於彼此傷害 那彼此傷害就造就不了 真正人生的價值在 所以我們就彼此認識 會有這一堂課的存在之一的意義 那我們今天看 把它暫時說 我們都是原住民族群 我們也暫時當作 我們都是同心本土台灣人 那為什麼會 定這個題目呢 因為到底在原住民到山上 或是到都市 到季節性的到來的時候 一定會返鄉 特別是阿密說 哇 搬擦來 搬擦來 哇 跳得非常熱絡 那我們打樣是比較安靜 但是也會跳 那各種群的舞姿呢 活動都不一樣 那我們是在七月的時候 那現在已經慢慢減少了 但是教會跟部落也開始 把自己的文化再復甦起來 那是因為很多教會的人士呢 還有部落對母語存在 能夠繼續流傳下去的 幾個有心的原住民領袖 或是大專畢業的 他們就開始說 非得要用字母 文字 所以在阿邊時代的時候 就特別強調說母語的傳承 所以就有原住民母語認證 你知道我們現在方言嗎 原住民雖然是14個組 那我們所定 現在所定的行政院原住民組委員會 的母語認證 評譜組還沒有呢 因為沒有正式的 真正的母語文字的流傳下來 當然有的人 有幾個兩個評譜組也在做了 不過還沒有進入到 流亡政權的這個原住民族委員會 考試母語認證的一個題材 那開始的時候就是 這些領袖群策動 然後就告訴阿邊 那時候阿邊當總統 所以他也蠻尊重原住民的母語的傳承 所以就每年 將近超到八年的時間 就母語認證 那很可惜 雖然是母語認證 但是考過以後 沒有去實用 只有那幾個在原明台在那邊 教不同族群的問候語而已 那實際上要到部落 那只有自己的家人生活部落 自己講自己的語言 才會非常的 在七八層可以流傳下去 那到都市的話很難 我想學家人也強勇 我們當然不會說學法 後來也是一樣 四十幾歲還是三十幾歲都不會說自己 為故 所以這個是一個悲哀 不過還好 我們還是要回到自己的 我們TCG 有朝一日 這個母語一定會更弱勢 這樣好嗎 好 好 好大家 哇 不錯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再看看 在 無論到別的家鄉 或者是出國旅行 到最後回到家鄉 自己家裡也是好啊 還回到家還是好啊 所以回家的那種的心情 還是自己家裡的好 所以今天為什麼原住民族群 我們非得要回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因為法理論述事實就是事實 那這個事實就是還沒有被本土台灣人 還有台灣人所接納 都在一步一步透過網路開始去認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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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怎麼 好 沒關係 這個沒有用過 我第一次用到這樣 那在從我們有一些童心 他用流亡政權來形容 在這個體制下 他就用非常惡毒果樹的這個例子 來形容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因為幾乎都是用他們各流亡政府的體制 用大中國的主義來壓迫台灣人民的生活權 無論在教育或任何的領域裡面 都是用中國主義來去剝削我們真正台灣本土台灣人 特別原住民族群在山上 那無論在學校或是家庭 因為很多以我們苗栗打樣的例子來說 工作幾乎都是靠天吃飯 所以雖然說有立法了 那單單為了要爭取這個中華民國小小的一些立法保障 我們非得要去黃無土地運動 幾次的上街遊遊行 還是得不到真正我們自己喜歡的 那有五點來看看到底台灣原住民族的一些迷惘 第一個是台灣原住民族身份認同的迷惘 我們剛聽林永辰同心我們法務大臣所講的 在日本時代是120萬的人口原住民 那到了現在原來平普族還沒有放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認為台灣原住民族大概將近40萬 然後這一兩年平普族就有的增加了 那現在目前有的說將近52萬的人口 我們一直在想 特別是大專生我們在討論這個人口的增減的時候 奇怪 在日本時代就120萬人口 那到現在怎麼會這樣呢 那有的人解釋說可能是因為日本時代煮那個鋁啊 煮飯啦或是煮山豬湯啦 或是任何的湯都是用那個鋁來去 這個鍋子是鋁的是有毒性的 有的人說是這樣所以很不容易生育 但是我們自己在開玩笑 奇怪 難道原住民比平的人不會生育嗎 有的人有的人看完說 我們原住民總天晚上 而且是山上在六七點就沒有電啊 都是在山上在睡 當然就會生很多孩子 像小雞一樣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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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那這樣去算起來 欸 在將近一百年的不可能人口減少啊 應該會增加 就像我們平地人 在這個四百年當中 或是在一百年當中 從幾十萬 三百萬 六百萬 然後一直增加到一千九百萬 四百萬那個中國難民不算啊 這樣沒算喔 真的奔透台灣人是一千九百萬 一千九百多萬 那四百多萬都是 像我的姐夫是遼寧省的 有一次我們談到這個 我們民政府的時候 幹什麼 你們也要推翻政府啊 我說姐夫啊 你憑良心啊 你雖然是尚未退休啊 尚未退伍的 我姐姐在年輕的時候被你打得好可憐啊 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改天啊 要不要報復 要看看我心情好不好啊 哇 真的嚇一跳 因為我姐夫已經八十多歲了 當然我不能報復嘛 畢竟我自己的姐夫啊 但是我就跟我姐夫說 你憑良心啊 你的薪水一直到現在 是老共給你的嗎 也不是國民黨給你的 那台灣人好利啊 是真正台灣人的血汗 給你公米來做 有退休金啊 別想 別想 什麼台灣獨立 我講得很 心情就不好 我們就扯開這樣的議題 我們就換另外的 那所以像這樣的 有的在山上 你看我們幾個在談論的時候 連五六十歲的 你看原住民的少女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就嫁給六七十歲的 不但他們沒有感謝啊 還要 還要給我們惡毒啊 哇 特別是在 中國人在山上拉竹子的 以前他們也會拉竹子 但是還是會欺負原住民 那當然這個是過去的背景啦 不過是讓我們點一下 那有的談論到這個 民族身份認同的時候 特別在1988年黃我土地運動 八月的時候 然後1989年9月 又第二次的黃我土地 然後1993年的時候 又是黃我土地 那在這種年代當中呢 那在我們黃我土地的時候 我也參加 我也是策動之一 因為那時候我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當幹事 我們三個幹事 當中有一個前任行政院 原住民主委員會 Yohani 我跟他的同事 我們都是去策劃 這個黃我土地運動 無論到陽明山 或是在整個街上 最可惡的是 震報警察一看 怎麼前面都是原住民的警察 他們就把排列出來 結果有兩個年輕人 牧師在那邊 我們牧師在那邊 他們前面一排是不會動 是後面的那個警政報警察 他那場棍子的一搓呢 哇搓到真的痛啊 還好我們這個矮冬瓜的 還可以跑來跑去 像阿密斯康爾滿大的 像我們的州長滿大的 哇一次喔 阿密斯康爾被捅到肚子裡面 那像這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流亡政權 就是用以儀制宜嘛 用原住民來 來抵擋自己原住民 黃文土地的問題 那最後 以後他們所謂的 爭編條例通過以後 本來最先反對的 我們幾個部落的 黨性非常強的幾個公教人員 他們最反對黃文土地 但是爭編條例通過 然後去登記 登記要增加這個山上還有土地的時候 哪一個先登記 還是他們最先反對的人先登記 然後我們在那邊策劃 在那邊辛苦的人呢 就抽到那個 最好像跟猴子賽跑的 那個閒崖峭壁 劃編在那個地方給我們 真的沒道理耶 真的是沒有功能 沒有法耶 難怪這個流亡政權 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我們看到 在聽到這個名稱 身分認同的時候 有的說三胞 特別為了這個三胞 又是在爭論耶 花了將近兩三年的時間說 不要說三胞啦 找住民就好了 找住民 有的人找住民和先住民 一樣的意思呢 在漢文在他們的中文來講 這個找住民先住民是 已經過世了耶 已經已經往生了 叫做先住民了 就好像我的先父啦 先母就是這樣啊 但是我們不要啊 我們在討論這個名稱的時候 那是別人給我們取 取我們這個名稱 是我們今天是要我們自己取自己的名字 一樣啊 你做北部的時 是不是別人給你 怕自己的名字 沒有啊 是不是這樣 對嗎 一定自己 一定自己 太太要準備生產了 一定會列幾個名字嘛 只要生女的話 生男的話 真的生的時候 一定會討論嘛 自己的親家嘛 自己的家庭 在那裡討論 我們要和什麼名字嘛 對不對 那生哪裡 他做個三地三包 不對 那不然的話 你三包 我四包 你一包好了 搞假啦 就在那邊討論 哇 這個真的是 連這個名字 還要給流亡政權壓制 哇 所以難怪我們 原住民七年來到都市 都市的時候 都打不起精神來 不過還好現在已經慢慢適應了 但是我很佩服阿密斯 阿密斯在哪裡都是住自己的 反而 搶奪平地人的土地 那 再像大溪一樣 大溪是我們太兒族的地盤 那大溪是 結果我們一看 奇怪 阿密斯那麼厲害 打得公都不見了 那個蝸牛也不見了 那個疼心也不見了 哇 也不要讓阿密斯進到打壓那邊 因為我們疼心 我們不會吃那個藤條 那邊疼心 阿密斯最厲害 哇 只要聽到阿密斯的話 嗯 還是阿密斯厲害 所以 無論各地方 連去阿拉伯 去別的地方 我十幾年前 我去巴西那邊 代表長老教會請安 我就一看 哇 怎麼還有什麼東西 一看 阿密斯也在那邊 所以各地方都有阿密斯的教訟 厲害 阿密斯 這個阿密斯 但是 在山上 連那個 飛鼠的 腸子也會吃 這個是我們本來打壓 沒有弄的本錢 本行內 一剝開飛鼠 就裡面的內臟馬上吃下去 我現在也可以吃啊 很乾淨耶 因為在動物裡面 他們只有吃葉子 不會吃地上的東西 所以他們裡面都是很乾淨的 所以 所以有的人不要被騙了說 哇 這個是 撒西米喔 很好吃 不過很會料理的時候 一樣 跟撒西米一樣 那這種情況 生活 因為一族通婚了嘛 那當然就 平地人嫁到原住民 原住民嫁到平地 還有 我們不同族群也是通婚了嘛 就像 我三四多年前 認識我 我的太太的時候 哇 我這個準月父母說 買贏就是買贏 其實我三包就是煩了 哇 我一聽到說煩了 我沒有話講啊 因為我要 我要乖乖的 我也準備 做人的怕事 也是要順福啊 那在那種情況 雖然不同的遭遇 但是 真的蠻 也是蠻同情的齁 我太太嫁給我的時候 那我岳母說 小心了 不要 不要常常給它吃地瓜 地瓜 地瓜 玉鼠鼠 還有魚 這些都想 不過到現在 反而 都喜歡吃地瓜葉了 現在 滾透台灣人 一樣的 這個山上 不同的環境 也會變化 但是我們回到這種 原住民權利 在1984年12月29日 原住民權利出境會成立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真的是為原住民的權益 無論是身份認同 土地認同 還有生存權 還有生命權 教育權 都是在那邊 談了 因為原住民權利出境會的幾個人員 大部分都是教會的人士 我們都認識 那我們也會談論 那也是在爭取這個正名的運動 那我們連張勞教會在總會三十六屆的時候 也是通過三地三包就改為原住民 還是要尊重原住民自己取的名字 所以慢慢都會影響 那現在除了1989年8月 還有1991年的4月9日的正名運動 還有9月5日 還有1992年 5月21日的憲法草案 他們一直爭取這個自治權 那爭取自治權 實際上不是我們自己原住民喜歡的自治權 也不是我們所有原住民喜歡的真正的原住民專長 那其實已經通過了 已經通過說原住民基本法 你只要任何的機構 或者是公司政府 你要到山上 或是到部落 你一定要 非得要經過 那個部落的同意 才可以實施 但是我們也碰到這個州主的頭目 密封事件 我們也聽到阿斯馬庫斯的一些木頭事件 然後在花蓮的台泥 無論是德鎮 無論是德鎮 或是阿密 那麼多事件當中 還有屏東的百萬 很多美農水庫 這些爭取權益的時候 哪裡有經過我們原住民的同意 他們的說明會是什麼 你知道嗎 說明會說 磨夜磨日會來到部落 結果 結果 一看 只有科員 或是科長 組長來說明 沒有說真正的鄉長 或是真的是掌握 掌握的那種政府的所長 或是縣政府的所長 來親自跟 好好跟部落說明 那說明不是兩次三次 一次 說明就 get了 馬上解決掉 真的是欺負我們原住民 那有說明 那你們的公文通知放在哪裡 原來跟那個老鼠角落的地方貼在那邊 而不是真正的放在我們的公告欄 就像我們苗栗的大安西 還有桃園的復興鄉 石門水庫 還有排灣 還有阿密斯 還有太馬里那邊 整個的漂流木 本來都是 這個都是應該是 經過原住民的同意才可以 現在不是 這幾年的這個颱風季節性 哇 我本來不知道 是我的兒子 他是 坎坎貴族的 爸爸 哇 我們有看到 四個五個 十蛋在那邊 他們大膽的在那邊拿著漂流木 然後周圍呢 十幾個 穿黑衣服的 十蛋在那邊等待 原住民都不敢進去啊 所以整個都這樣 把所有好的木頭都搬出去 而且那個木頭是 那麼巧 一樣的 像這樣的木頭漂流木 然後 砍過的呢 一顆一顆一顆都 嘟嘟好啊 哪裡漂流木 說給你剛剛好的 一看原來就是三老鼠 關上勾結 黑道勾結 是他們先砍 砍以後藏在西河邊 然後等到颱風季節到來的時候 一衝下來 哇 高高興興就抓 就拿去了 哇 那個真的有著大木頭 真的 哇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掉眼淚 我一看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原住民的祖先 一定在那邊掉眼淚 真的很可憐 馬高國家公演成立在阿扁時代的時候 我們 在 33位的諮詢委員當中呢 我們13位是 教會的傳道人參加 那我們也想要把馬高國家公演 就是原來的宜蘭齊蘭山 那齊蘭山他們已經 在張柏雅當內政部部長的時候 叫林毅陽當次長 那我們聽到 得到這個消息說 欸 台大 台大教授那個 好像是林毅章還是林毅 忘記了 他就專門報告這個 齊蘭山的 國家公演的報告書 滿厚的 我們一聽到說 啊 一旦報告 就是接納了 一旦接納就是訂定國家公演 我們就馬上起來 跑到台北 親自找林毅陽次長那時候 咦 你們不是說 原住民基本法 要訂定這個任何的條例 都要得要經過 原住民部落的同意嗎 你看我們宜蘭那個地方 都沒有聽過這個 齊蘭山啊 原來是齊蘭山的國家公演 後來我們就進入了 我們就看他們的報告 原來在日本時代是60多公頃 是原住民的所謂的保留地區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時候 把它縮減成為24公頃 24萬公頃 那實際上從我們民政府這樣看起來 馬關條約1895年 大清帝國把台灣澎湖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只有這個像小毛毛蟲 那真的其他的是原住民的土地 不包括在裡面 那他們都劃分得很清楚 但是到現在呢 從日本時代 邊縮邊到64萬公頃多 然後現在的流亡政權 24萬公頃 真正可以使用的 可以讓原住民去開墾 只不過是只有17萬公頃 我們這樣去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 就跟那個營建署署長 說到底這個60年當中 整個的木頭到底被砍多少 他們本來不報這個資料 我說我就馬上站起來 你沒有報 我們現在就不繼續討論這個諮詢委員的會議 過一個月以後他們就報上來 那營建署就報告說 他們砍伐所有的台灣整個大木頭 六千公頃 你看 六千公頃 那我們也問過一個教授 他說這個木頭 一千年以上 那麼大的木頭被砍伐以後呢 要經過40年到50年之間 甚至45年 平均45年 那它的根就會枯乾 根枯竭以後 著地立就沒有了 那著地立 大風雨水 颱風的話就會一定會垮下來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的土石流 我想這也是一個其中巨大的一個原因之一 所以山上非常可憐 那今天原住民幾乎都是太兒主為了靈芝 有沒有聽過 靈芝被我們太兒主進攻到台東花蓮 其實有幾個是我的侄兒 我說糟糕了 這個自己的 那為了生存 跑到有時候跑到無倫 跑到南部那邊去 其實他們要找那個大木頭已經砍過的 張腦樹就找出靈芝 所以我前些時候就跟秘書長談 還有總理談 那要怎麼去杜絕這樣 唯一的杜絕就是平地的根源 一旦杜絕 當然就山上下了就沒有人要了 沒有人要當然就不會了 那今天原住民生活的問題就是因為 碰到這樣的生活的結局 而且是失業率 幾乎都失業啊 失業啊 在原住民都是靠天吃飯的 沒有固定收入 所以一定會跑到山上 那我一個表弟 他每次很炫耀 我都不好意思 哥哥 我上個禮拜拿一百多萬 上個月是有兩百多萬 滿大的靈芝 然後最少也是六十幾萬 他們三兄弟 那他們是怎麼做 這一年這幾個月是他們固定在一個地方 然後在幾個月以後固定一個地方 他們非常熟悉 我就跟他們說 民政府執政的時候沒有這樣的後康 蛤 蛤 為什麼 本來這個就是滅絕我們台灣土地啊 那當然有一個方式 你們山區滿熟悉嘛 那我們可以 原住民州呢 可以考量 給他們尋山員或是造林 但是這些都要 都要有一些的契約都要條例 不然的話你已經去過那麼多 這個那邊有靈芝那邊又偷來的話 哇這個要槍斃呢 那這些都是讓他們知道這樣的一些的資訊呢 讓他們也預備心 那現在碰到在以母語文化認同的迷惘呢 在剛剛所談的 其實自己的族群的語言 除了消失以外 真的是非常嚴重 是因為家人沒有辦法去傳授自己的語言 碰到不講中文嘛 不講台語嘛 不講客家話 應對現代的社會 那怎麼去找工作啊 所以就會對自己的語言的保存 就會有一身迷失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有的很喜歡到都市賺錢 然後賺錢以後 那也說就又回到山上 那假如說貴族孫的時期的話 就回到山上 你也放棄在平地的工作 那假如說採這個梨子 紅落梨啦 或者是田式了 也放棄在平地的工作 又回到自己山上 所以這樣跑上跑下 哪裡會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人的生活 在原住民自己的語言 當然都是有一句話說 語言學家同樣的一個共識 是一個民主在歷史的經驗的 集體記憶的銀行 所以他說語言是等於 你在群體裡面記憶的銀行 甚至從一個世代 到下一個世代的連接表徵 這也是承擔世界生命的存在意義 所以有語言才會更看見 他生命的重要性 不過一個悲哀是 這樣一般的 我們這樣討論的時候 五十歲六十歲以下的 爸爸媽媽或是年輕人 大概都一半不會講母語 何況兒女不會講 那也是因為應對要看書 應對任何的語言或是讀書 都是中文 所以你不會講中文 其實很多原住民族群 中文不一定講得很標準 但是他們還是寧願去學 所以學了就失去了自己母語傳承的工作 所以在部落還好有母語認證 然後教會也擔當了這樣的一個工作 不過有一個很淒慘的經驗 在三十多年前 基督教太兒主聖經跟聖師 那他們正在做禮拜的時候 警察就進去 就馬上暫停禮拜 然後就沒收這個聖經聖師 那他們剛好就討論說 這個是誰寫的 原來是一個加拿大的宣教師 他已經過世了 那我跟他也是滿熟悉 因為在翻譯的時候 我也參與翻譯的工作 那這位宣教師呢 他犧牲了自己 然後差不多將近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住在台灣 兩件事情 真的對他很抱歉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他當翻譯 開始翻譯打樣的字的時候 本來用bopomopho 其實他本來先用英文羅馬字 因為當初的新聞局 就是說不能隨便寫另外的字 所以想要 既然羅馬字就 英文就不行 就用bopomopho 所以b 因為像我的名字yavu 會把那個b 把它圓圈起來 就是v-u-yavu 就是v-u-yavu chasing 就是像十字架 然後a-hawu這樣 最後新聞局一看 你把那個e當作十字架 然後把這個b 把它圓圈成為你們的字 然後這個g呢 然后我们再拜画圈 就歌 那是我们打殃的 你竟然篡改国制 哇 他就抓住 马上下达命令 把这个宣教师 瓦旦牧师 跟我一个表姐 也是翻译的 就带到台北 我表姐跟我讲说 当他们去台北的时候 还要被命令 跪下来 这个那么可怜 我会帮助原住民母义的传承下去 这种的工作 还在流亡政府里面的 在那边跪下来 跪不输 这个转型正义 要不要逃回来 然后另外就是说 因为 这个加拿大宣教师 牧师夫妇都是迁来迁去 他两次因为搬迁东西 生产就 没有办法顺利生产 就两次流产 所以我们听到这样 他的经历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佩服 外国人为了我们原住民的母义 我想不是只有打印 我想我们也听过 Bunun Amis 有几个宣教师 帮助我们母义的传承 也做这样的文字工作 但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仍然还是看见现在的生活 本来已经凄惨了 那这个语言也是很大的 对我们部落 或是对我们自己原住民 更加把劲的 要怎么去传承 这也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迷惘 那第三是台湾原住民主土地 认同的迷惘 那现在都是土地买卖 过去四十年前 有的一瓶酒 我想不是在座的本土台湾人 这些平地人 生意人 刚才一瓶酒 就马上换成一个土地 这些我们五州长 他说我们把这个 一一都要算起来 要把它记录下来 看有没有什么 找一些证据 那因为有一些 真的是骗取原住民 所以有一些很好的土地 都卖掉了 那当然原住民自己 也要本身一些负责的责任 不过是因为政治财团 跟官商勾结了 所以把它当作土地 把它当作战利品 所以难怪有的 碰到这样的穷劲 虽然碰到这样的黄沫土地 但是还是无济于事 还是没有办法 回到我们自己黄沫土地 那我今天能够参与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刚开始的时候 问秘书长两件事情 远住民执政的 不是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你们怎么去对待 远住民族 马上讲两件事情 传统领域土地 就归给你们 然后你们自己完全自治 完全去掌控 完全去治理 那当然在五州长 这样我们找差不多两圈半的 台湾这样绕来绕去的时候 那当然他们说 怎么可能 这个土地 本来就是国家的 你看 那个死脑筋还是在那边 这个土地是国家的 是国有财产 就是你们被中毒了 没有国 哪里有国有财产 保留地 这给你保留 根本只有使用权 那特别是温泉 我们 我老家那个地方 大安西 两个地方非常好的温泉地带 很多地方远住民的温泉地带 都被官商勾结 一些财团都被财团拿去了 本来在尤安内主委的时候 我们去看那个台东 白光圣牧师的隔壁那边 本来最后希望说能够被 被他们标到来负责这个温泉 不过最后 好像是有 但是最后还是财团的手中 那我们苗栗那边还剩下 结果 乡长 远住民的乡长和县严 因为这边人头 已经买底下的那整个的温泉地带 都买去了 然后他们就把它划分说 这个是因为要保护这个山坡地 所以就差不多很长 快一公里的长度 在那边做波砍 结果这一次台风 小台风呢 就上个礼拜 他们就跟我讲说 牧师 被冲掉了你 我差点说好啊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好啊 因为那个都是官商勾结的 真的我一去看的时候 那个土墙他们所造的真的冲掉了 我心中很高兴说好 等到我们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这个远住民州的工作分担会更多的加重 那这些都是一直看见 远住民的传统领域 有温泉地带 或者是有水利方面的 这些都我们都在去思考 以后怎么去善用 在2002年10月19日的 远住民主与台湾政府新的伙伴关系 在肯认的仪式当中呢 本来我们相信阿扁说 哇他当总统的时候 哇没问题 这个再确定的时候 远住民主体意识 就是说整个的土地 还有我们所有的教育权 还有生存权 一定会给我们播放更大的善意 就我听到 早上那个许先生说 原来当中他也是廖北啊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廖北啊 所以已经那个是我们超的快八百 六百多个人同聚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当主持 然后就看见说 阿扁真的有心了 然后新的政府真的有心 会帮助原住民 想不到他当总统在那个第二任的时候 也是同样 那要谈到这个主体意识 土地生存权 还有整个的权益的时候 然后还是要经过上面的 还要经过上面主管机关来去肯认啊 那这样阿扁 我们就在想说 那阿扁没有力量嘛 然后我不是早上有提一个问题说 在 在马高国家公园本来是已经 原来我们成立马高国家公园的意义 就是说 把主体意识 把原住民的主体意识 纳入在各条例里面 所以我们全部都放心 四分之三以上的在地原住民 非得要在那边工作 然后管理那边的山庄 做得真的很漂亮 中国人那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 两个字不能讲 一讲的话要罚款 那个外 中国人他们所做的 画作的山庄非常漂亮 就像在物社那边的农场 还有在在黎山那边的农场 都是他们中国人在在那边管理 那在太平山就是宜兰太平山 也是他们在那边管理 所以我们把所有原来这个马高国家公园的 一些条例和整个的事情 条款都全部都翻翻掉 然后就修改 而且是处长要几年之内 一定要在地的族人当处长 副处长 这些我们都把它修改了 那阿扁都没问题 他一定肯 那我们的用意就是说 透过马高国家公园 做一个典范 然后影响太鲁阁国家公园 把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的条例 全部翻掉 成为当时太鲁阁主的主体意识 玉山国家公园也是一样 用这样 无论还有几个族群在那边 主体意识为主 然后照顾当地原住民的生活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想不到这个 这个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 我不敢讲说不要那么多了 什么姓高啊 我不要讲名字 不然的话也录起来 高什么树什么美啊 不晓得了 反正这个又是又是 以为是胎儿主的 他是为了要选立为 原来是那个字出来 加上打烟的高 就变成 他借借 每借都是当选 原来也到对岸 不晓得当什么选的 也是听说那些 两岸的那些免费的车子 又七台七步 又跑到太儿族那边交通免费 难怪原住民 我们族人同胞 只要礼拜四 因为礼拜四晚上是 特别订订那个巴士 免费的哦 然后就到那个 卓南那边吃 反正夜市场 就一直吃到八点多 然后再回来 这些都是那个高 他们以为是他的贡献 实际上就是对岸的钱 所以中国的投资进入到台湾那么严重 不只是大公司 连宗教的活动也已经被渗透了 所以为什么有几个 是认为牧师喜欢传福音的 跑到中国 一直在那边当宣教 很多的利益 那不晓得 这个要 还要去查证一下 所以这一些都 都受影响 是因为以为自己的认同的身份的问题 一直迷失掉 那第四点 我们看看原住民主在流亡政权的教育认同 有的人说 我们不要加分了 因为原住民都已经蛮聪明了 加分制度应该删掉 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在基层人士 部落人力在思考的时候 加分制度还是有它的必要 那分数有多少可以做讨论的空间 因为加分制度就像起跑的时候 原住民本来就已经 已经慢好几十年了 就像我今天讲中文 是因为当牧师每天讲 才有一些好 我认为的还有一些中文的味道 但是腔调还是原住民的腔调 但是像我同年的话 他们中文不一定会讲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没有加分制度的时候 要去考好的学校真的不容易 当然要等到我们TCG了 整个都把教育制度全部都翻新 这些考试制度都可以翻新 这个都可以思考 但是这样过去和现在讨论这个加分制度 那有它的必要性是因为本身自己在 因为在平地几乎都是在补习 在山上在都市的原住民 哪里有钱补习 都不够了 还有交房屋 房屋租金 整个都借贷了 真的是跟不上平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还是有它的需要性 不过我们要回到 返乡到我们自己TCG的时候 那时候就可能会 幻然一新 一定会幻然更好的更美的 那今天像有的在一般的大学生呢 其实他们真的很怕谈论到政治 谈论到台湾前途 谈论到原住民的权益 你看有那么多的大专生 大专院校 无论是各族群出国的出国 回来以后又不敢谈论真正的台湾的事件 真正台湾的律师 那真正台湾原住民权益 那几乎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生活 而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你看法律系这个杨志航 他现在当律师 我本来起先最佩服 因为当初他们创设高山清的时候 这四个勇士们 当时在戒严时期 能够来办这个高山清的这个杂志 真的不容易 但是 我为什么指他是因为我自己的表弟 他现在当律师 有的老人家说 这个人最爱钱 我说糟糕 你看已经变子了 也是为了生活的压力 我就不清楚 像这种情况已经受过教育 本来最高的学府 然后回来应该更好的待遇 但是 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觉醒的教育 可以帮助原住民的生存权 前些时候 我看到国中课程的台湾历史 一看 哇 那个编撰着 几乎都是大中华主义 所以他们修改修改 还是说 我们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特别有一个族群 很会写文章的 莫什么能 也会说 他讲一句话说 我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但是又这个廖国东立委 跑到中国那边 不是中国人 也是原住民台湾人 搞家来 跑到那边 两个都迷迷糊糊了 受过那么高等的教育 又是立法委员 在高中生的时候 他第四部很强 我们唱四部合唱 我跟他认识 他第四部非常强 我是南中英 黑人灵歌唱得蛮不错 但是想到他们这样 哇 因为这样的体制 真的很可怜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有一个 最好的契机 还是要回到 我们台湾民政府 让台湾民政府 希望真正抓住 我们当然要先认清台湾民政府 法理论述的基本 那我们自己本身来上课以后呢 当然秘书长还有总理常常跟我们讲说 不要只有这一次上课 回去有空的时候 再上来都彼此互动 或是在网路里面 你看到一些的小文章呢 这些的评论 这些的回应 也可以 大家都认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说 可以帮助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茁壮 那我们本身自己 能够更认识的 而强化 是因为大家的参与 是因为大家的评论 是因为大家对民政府更加的熟悉 熟悉度 那茁壮以后 那当然我们民政府会越来越快 执政的时期的到来 所以这些我们需要做一个重新思考 那我把编 这个由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的小文章呢 我就copy这个我们的州长的 一些广告还有里面的内容 那流亡政权跟那个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不同 就是在中华民国 在世界奥运会的注册里面 都是Chinese Taipei 我想都很熟悉了 不必我解释了 Chinese Taipei 就好像法国伦敦 法国流亡在伦敦 然后Beligian London 就是比利时流亡在 伦敦 就像Korea Shanghai 韩国流亡在上海 那同样Chinese Taipei 也是中国流亡在台北 那你真的要执政 那请中华民国 所谓的中华民国 回到中国再跟共产党在争嘛 你能够争战胜你就执政 你就夺去吧 你就不要争取你自己的原来的中国的合法定位 这本来就是法嘛 这本来就是法理的正常的一个经过嘛 那就像我们一个人 我们看看西藏达赖喇嘛 他们到印度 他们也是流亡到印度嘛 那印度的人有参与西藏选举吗 有没有 没有啊 那印度人有没有纳税给流亡政府的 达赖喇嘛 西藏政府 有没有 也没有啊 奇怪 咚咚咚 流亡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鬼 这个鬼到哪里去了 那还是要强迫我们参与他的选举 还要让他们说 你看表征说你看非常自由 那非常自由当中 哇原住民更可怕更可悲啊 我们常常在调侃自己 有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选举的时候原住民才有钱 而且才有吃猪肉 所以每一个部落 你看看 我真的去查两个部落 一旦选举到的时候 哇 那个水沟啊 都是猪毛 真的是拔毛 咱们把这个猪毛在水沟里面 一看 哇 刚刚吃过的猪啊 那这些都是选举钱啊 那他们也高 原住民也高兴说 选举到了 那个路又漂亮了 但是这个路呢 是四年 三年一次才铺 才做好啊 不是前些时候 我们看在台北市 在哪一地区啊 一年都要一百四十四次翻新了 哇 那个钱跑去哪里了 那连你们家乡或是几个街上 一年两年至少也翻新一次两次吧 对不对 原住民有没有 没有 原住民的道路 哇 坑坑洞洞洞啊 只有 再补一下 欸 也是好啊 可以啊 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就好了 一看台风 哇 崩下来 还要等 哇 又等 两三个礼拜 又等一个月 我在司马库斯教会 当牧师那边四年多的时候 有一次台风 县政府教育长说 希望司马库斯的小朋友 全部搬到纳罗 监石前山这个地方 因为台风已经快到了 结果长老就跟我讲说 牧师啊 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把孩子牵下去 决定在于你们啊 好 牧师 我们不让孩子放到底下 因为孩子放在底下 我们担心啊 我们孩子自己放在自己的部落 又放心啊 不必担心 而且司马库斯部落 又那么好又安全 所以有一次台风过以后呢 那县长 还有教育局长就上来 跟我们谈 所以希望还是回到母校 结果我们齐老跟长老说 牧师怎么办 我们怎么去处理 决定在于你们 结果他说 好 我们自己盖 因为教会的礼拜堂 假如你们去过司马库斯 那教会前面广场 我们做了教室 用竹子盖的教室 是长老自己做的 然后十几个学生在那边分三间教室 那牧师也充当母女老师 就跟他们这样谈 这个县长教育局长来了 不行啊 你们怎么可以自己上课 因为你不承认我们 当然我们自己上课自己教嘛 后来还好网路呢 蛮方便 所以也告诉几个平地 几个退休的平地老师 义务的来到山上去 来帮忙来教 最后就哇 他们县长头大了 没关系 还要请你们家长下来 跟在县政府那边做一个对谈 哇 我师母那时候 原来也是那么凶啊 我的师母外侃就是很温柔的 蛮漂亮的一个我的师母 在我的眼光 塞雷休假是很漂亮 那当然你们当中也是更漂亮的 那在对谈的时候 哇 马上就责备局长 局长 你没有当过妈妈 你根本不知道妈妈的心痛 你知道一个妈妈 他的孩子有两个孩子 一个礼拜五天在母校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 爸爸妈妈去接 来到斯马库斯 还要走一天的路程 最起码半天 三个多小时这样上下 那个两个孩子怎么穿衣服知道吗 六件衣服都穿 然后第一天穿了 脏了 脱掉 剩下五件喔 礼拜二 放学 这个脏了 要脱掉 剩下四件呢 就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脱掉 然后剩下礼拜五的 这样的心情 你当过妈妈吗 哇 我师母这样跟这个局长 这样去争论的时候 他们真的没有话讲 最后 斯马库斯自己做圣灵小学 你们去过的话 可以看圣灵小学 都是自己原住民齐老 还有长老自己做的 那当然在那时候 我们一起设计 一起计划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唯一的就是自己要站立起来 所以希望我们台湾民政府 过去这样点点滴滴 有那么的迷惘 不也是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迷惘吗 不是只有台湾原住民族的迷惘 我想我们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 不是 on 台湾 秘书长讲得很清楚 of 台湾 真正本土台湾人 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以台湾民政府 强化 茁壮 为最大的目标 希望能够这些的迷惘 都能够改变成为真正的事实 跟真理 公平 仁义 活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 谢谢大家 听到原住民这样的 多多少少的一些的认识 也可以我们做一些彼此的互动 好 我们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发 速度订阅 感谢观看